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题目 第一小题 他说阿嬷在市场想买水果 有离子、苹果、柳丁三种选择 如果呢总共要买20颗 请问有多少种不同的结果 呃我们想一下 离子、苹果、柳丁三种 那要买20颗的话 没有规定说离子一定要买 苹果一定要买 或者柳丁一定要买嘛 所以我其实是在三种东西里面呢 要来选20次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重复组合啊 也就是呢 在三种不同的东西当中呢 可以选20次 所以他的内容其实就是C多少 第一小题 他内容其实就是 C的3加20减1去取20 所以呢 这里算出来是等于C22取20 那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什么 组合的性质变成C22取2 所以就等于22乘上21除以2乘1 所以就变成呢 11乘上21啦 11乘上21呢 就是231 好 所以有231种 这个不同的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他说呢 同时投资四枚相同的骰子 有多少种不同的结果呢 我们知道骰子的结果有什么 有1到6点嘛 对不对 那大家想一想一件事情 四个相同的骰子 要甩出1到6点 不是反过来说 我今天有1到6点 6个不同的选择 就像这里 离子 苹果 柳丁 有3种选择 我现在是有6种选择 然后呢 总共要选4次 而且可以重复选 因为他们是什么 相同的骰子 然后呢 你点数可以重复 然后顺序又没有差 所以这就符合了什么 重复组合的概念嘛 对不对 所以在6个骰子里面 6种点数里面呢 我可以重复选4次 好 就像是比如说 你可以选这个 2222 这是一种结果 或者是呢 2336 类似 这样是一种结果 这个都是所谓的 重复组合的 其中一种状况 就是这个 h6取4的 其中一种状况 好 那这个重复组合呢 我们知道 如果把它跟这个 排 组合的符号呢 做一个 呃 代换的话 就会变成是C6加4减1 去取什么 去取4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算出来是C9取4 C9取4呢 就是9乘8乘7乘6 下面是4乘3乘2乘1 好 我们这边呢 来约分一下 8跟4乘2约掉 那3呢 跟6约剩2 所以 97 63再乘2 是等于 126种 这个不同的结果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题 他说将10颗相同的糖果 分给三个不同的小朋友 好 然后呢 可以没有被分到 那么状况有几种 好 这个题目呢 其实这里应该还要加一下 状况有几种 好 有几种 好 那我们来想一下啦 状况有几种呢 首先 第一个 我们要想的事情是说 诶 用小朋友来想糖果 还是糖果 想小朋友比较快 什么意思 因为这是10个相同的糖果 所以我没有办法分辨 第一颗糖果给谁 第二颗糖果给谁 反而对我来讲 比较好想的是说呢 10个相同的糖果 所以我这边来画 类似10个糖果 好 上面加 圈圈好了 10个相同的糖果 分给三个小朋友 所以我用两个分隔墙 去把它分隔开 所以当我呢 如果是这样分的时候 就代表 第一个小朋友拿到三个 第二个小朋友拿到四个 第三个小朋友拿到三个 有没有印象 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就是什么 所谓的重复组合嘛 也就是我在三个小朋友里面 重复选十次 如果我选第一个小朋友 刚好选到十次 那就代表十个相同的糖果 全部都给第一个小朋友 那也有可能呢 重复选到第一个小朋友三次 第二个小朋友四次 第三个小朋友三次呢 就像上面这种状况 这也是一种可能 所以呢 这个题目的内涵啊 也还是重复组合 所以算出来应该是 C的什么 C的呢 十加三减一 取十 所以就是C十二取十 C十二取十呢 我们喜欢用C十二取二去算 比较好算 所以就是十二乘上呢 这个十一 然后呢 去除以二乘以一 那得到的结果 就是六乘上十一 所以是六十六种状况 OK 大家仔细看一下就发现 虽然这三个题目呢 问的东西都不一样 但是 其实呢 它们的内涵 却都一样 都是所谓的重复组合 OK 重复组合 咱们的重复组合 请不吝点赞